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高雄广播电台FM94.3周末的BossPie 我是Patrick Hi,我是Sunny 今天欢迎大家收听我们BossPie双语talk show Hello,大家好 Hi,Sunny 我们双语talk show是哪双语呢? 就是这边一双语,那边一双语 怎么一开始就开始歪掉了 其实我们几乎都快山语了 山语是不是? 因为我们有中文,然后英文 然后三不五时会冒出台语 对对对 要多元,丰富一点 我以为是山语两吃还是怎么样 肚子饿了是不是? 对啊,这个时候 我们非常的开心呢 在今年的年初能够在空中与各位听众相见 这算是BossPie的第一期 哦是啊,真的耶 你有看到我紧张到手都冒汗吗? 那今天我们来聊聊 好,我们叫BossPie到底是什么派 哦是啊,当然 大家听到名字就知道 BossPie很顾名思义呢 就是我们会探讨跟职人相关的部分 当然呢,就是除了说品牌啦 搭起习相关的 在你的生活上 随便一个东西 随便一包卫生纸 随便一杯饮料 其实他们都是一个品牌嘛 对,那另外呢 我以为是说做派的师傅相关 讨论食谱嘛 因为BossPie呢 前面一个字是Boss嘛 对 所以就是创业家 对,没错 或者是老板 是,跟老板相关 或者是职人 对,职人态度 我们的节目呢 就是会常常欢迎这些老板们啊 来分享他们创业的辛酸史嘛 那当然还有成功的故事了 当然,还有精彩的故事 就是大家看不到品牌背后的那个面 哦,真的蛮特别 你使用这个字品牌 对 因为很多人就只是称呼说公司啦 或者是企业啦 然后你更细微的分析品牌 是啊 我连个人都觉得我自己一个人是一个品牌耶 对 你的确是一个品牌 而且辨识度非常的高 光声音就听得出来 是 这样子 对啊 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 对不对 大家也听得到就是 我们既然都讲出品牌了嘛 我们也会跟各位听众分享各个品牌背后的行销面 对 就是合为一个品牌 然后成为一个成功的品牌 背后到底下了多少的功夫 还有什么东西要注意的 是 其中还有非常精彩的故事 当这个品牌的出身 不能讲出身 当创造这个品牌的这个负责人 他是一开始有什么样子的理念 或者是什么样的故事感动到他 他想要做了这件事情来改变大家 什么样的初衷对不对 对 一个品牌的诞生 一定背后有它的意义存在 我刚刚怎么会用初生 你用诞生好像挺好的 要我教你中文吗 那我们也在这里 希望能够跟各位听众朋友 介绍我们的SUNNY 因为这个节目 其实是延续我们之前的卡卡派 是 那之前的主持人 他有不同的生涯的规划 我们今天就换成 我们我的好朋友 也算是长期的合作伙伴SUNNY了 那SUNNY大家可能比较陌生 不过SUNNY在这个商圈里面 也算是打滚多年了 所以由他来访谈老板们 或者是来跟各位朋友介绍行销啊 或者是创业的故事 我觉得是在适合不过了 那SUNNY要不要稍微做个自我介绍 这样子 你刚刚说打滚多年 突然之间 我觉得你好像不小心暴露了我的年龄 我也不应该说打滚 应该是那个纵横多年 是不是 横着走多年 没有 我都直着走 是啊 因为呢 其实我们的产业类别啊 就是会跟行销相关 那接下来呢 我们在做行销的时候 会接触到很多各式各样的品牌 很多各式各样的老板 其实呢 接触到他们之后会发现 他们背后的故事 其实真的都非常的精彩 可是这个呢 其实都是不容易让人家看到 或听到的故事 所以就藉由这个节目 我们可以邀请到很多 各行各业的好朋友 来跟我们分享 是 可以丰富大家的生活 哇 对啊 然后开启大家的视野 嗯 哇 讲得非常非常的伟大哦 现在让我又紧张起来了 那当然呢 每一期呢 我们其实会介绍各行各业 也会有一个主题了 当然 有时候这个主题呢 是轻松 有时候可能是严肃的 哎 我们尽量都会以轻松为数啦 今天呢 我们当然呢 也是有一个核心的主题嘛 是 我们今天有个主题 我比较想问的 先问说 哎 我们今天其实 想讨论的主题 跟大家都息息相关 而且呢 因为疫情的关系嘛 我们相信呢 大家一定都在家里闷坏了 嗯 是不是 那怎么办呢 对这大家最想知道的问题 就是呢 如何吃饱睡 没有啦 哈哈哈哈 今天介绍了不同的床吗 呃 美食 哈哈哈哈 好 我们赶快拉回来 不可以再歪楼了 是啊 我们想知道的就是说 哎 现在大家都不能出国旅行了 对不对 那在台湾的话 不知道现在大家是不是都把旅行呢 改在台湾里面去做一个旅行的部分 这应该大家都很想知道这个话题 对啊 其实我们 因为疫情的冲击嘛 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可是我们又要过得精彩啊 我们想要生活当中还是有冒险啊 是 那我们可以做什么事呢 就是在国内旅行 对 哈哈哈哈 非常直接 太直接 马上 给出正解 是啊 当然啊 大家每天工作这么辛苦 对不对 那当然要适度的放松一下 犒赏自己啊 而且呢 适度的放松 陪伴一下家人 陪伴一下另一半 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时刻耶 而且旅行呢 一直以来都在我们生活当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是 就是你出去玩的时候 你不仅是放松联络家人的感情 我觉得你还让自己的心灵洗涤 充电 是 再出发 当然 对不对 而且呢 还有一种是扩充视野 对 它其实是有教育性质的 对 如果说旅行还可以丰富你的知识 扩展你不同样的视野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 那个能不能说出去玩呢 回来突然就变成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可以哦 因为你经历了非常厉害的冒险是不是 是啊 我每次出去玩回来都会有故事耶 对啊 因为那个出去玩呢 你会遇到不同的人嘛 是 对 比如说不同人跟你搭讪嘛 就有故事了 这个回来不能说 或是解决了 以前从未遇到的问题 因为你在新的环境 譬如说不同国家好了 对不对 是不是很多光是如何去沟通 如何传递一个讯息 给来点菜的那一位小弟弟 比如说那个蛋拳手不要加冲 是 然后如何用那个不同的语言去表达 是 哇 多好是一个冒险 对啊 就是还有就是即便语言相通 文化不同 你讲出来东西 别人也会误会你的意思 对啊 挺有趣的 而且人身地不熟 你的危机处理本领又要够 对 训练你的反应度有多快 是 他讲得好像要去很危险的地方 如果要去很危险的地方 他就跟团好了 所以呢 现在要旅游之前 要先把身体练好 对啊 而且旅游 是是是 练强壮才能出去 解决去哪里 哦对 比如说 伊拉克啊 叶门 哦对 有可能就要强壮一点 比较 比较妥当 如果你去这地方 就是你决定你不回来了 哈哈哈哈 喂 我们赶快拉回正题好了 对啊 所以呢 很多人就讲到呢 traveling 就是旅游嘛 其实真的是一个 好的投资 是啊 这很重要 你看你花钱对不对 你钱还会再回来嘛 是 可是呢 你现在时间 你不好好使用 时间是不会再回来的 是啊 所以这个投资非常重要 那我现在要去旅行了 拜拜 哎我等等 那你要去哪里旅行呢 选对地点也很重要 哦对 所以我们等一下就要来分享 因为呢 我看你现在出国对不对 我们大家都是比较困难 对 可是呢 你知道吗 在我们台湾这个宝岛 还是有很多厉害的秘境 对 没错 哎 那讲到台湾厉害的秘境 这件事情 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 如果去旅行的话 你会怎么去旅行 你会自己上网去找吗 自由行 还是说 你会想说 啊 干脆我就去找个旅行 这帮我安排 我的行程好了 嗯 非常好的问题 嗯 我可能会倾向于 先请教Google大神 哦 比如说 我现在要去哪里玩呢 几乎是没有头绪嘛 是 那我们就去搜寻 这次放假 那个热门景点 哦 然后呢 他就会列一排景点嘛 对不对 然后就避开那些景点 就确保不会爆满 你害怕爆满 我以为你是说害怕业配 也没有啦 好了 那你今天讲到 其实这个是一个 蛮好的问题 对 就是有人可以帮我们同筹 哦 比如说traveling agency 嗯 就是旅行社可以帮我们同筹 或者跟团 哦 那当然跟团呢 就它的好处就是 不用练得很壮 也是比较安全 对 对 没错 然后去哪里吃什么 都有人安排好了 对 然后或者呢 你是喜欢完全的freestyle 就是甚至去玩呢 每天也是睡到自然醒 嗯 没有人会叫你起床 然后去到一个点呢 你要拍照三个小时 就拍三个小时 没有人会赶你 那到底哪一种 比较适合呢 我觉得在台湾对不对 大部分的人 有可能是已经习惯 因为就自己国家嘛 嗯 可能就自己上网 对 看一看去哪里 就开车过去 或者是就搭那个 大众运输 对 那我不知道会不会 习惯是去跟团啦 嗯 但是我在这个节目之前呢 有稍微做了一些调查 发现说 最近在台湾 因为就是疫情的关系 大家不能出国嘛 反而在台湾的旅行 这种行程呢 非常的热门 哦 所以说在台湾旅行的行程 非常热门 所以说都是自己 自由行的部分吗 啊 我是跟团 哦 跟团的部分 对 因为呢 有很多的地方是 可能我们没法去的 嗯 比如说要加入 某个部落啦 或者去走一些 那个路径是 我们比较 一般人比较不熟的 所以呢 就会有旅行的 包这种套组的 让我们去体验一些 在台湾大家比较少去的地方 哦 对 就是因为这个疫情所次嘛 就反而让台湾的 这种特殊的场景呢 特殊的地点呢 那个比较活化起来 嗯 确实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可能大家也没有想到说 因为疫情的关系 国内旅游会变得蓬勃发展 嗯 对啊 就是光是一个阿里山 其实还有很多地方是 你没去过的 对啊 可是呢 这个需要有在地的导游 带领你 是 我是觉得说 呃 在找旅行社的部分啊 有几个点比较特别是说 像我自己 自己跟朋友们出去玩 那大家都没有意见哦 大家就说 哎 不然呢 Sunny你帮我们决定好了 好啊 我光手机打开啊 决定地点在哪里 你要去台湾的 北部 东部 中部 南部 你知道我想两天呢 然后呢 我一提出来之后 你知道吗 四个人都有四个人的意见 一个说要去北 一个说要去东 一个说要去南 哇 那这下子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就断交 对啊 哇 那好不容易呢 决定好 我们去东部哦 现在下一个问题 我来订饭店 我现在一订呢 这个说 哎 这个价格太高 哎 这个说 我想哦 看海 那个说 哎 我想要呢 有一个很大的客厅 大家可以一起吃吃喝喝 哇 这下子真的又搞不定了 那最后 终于饭店订好了 好 下一个行程 现在这个人说 我不要有运动的行程 我不走路 哇 另外一个说 我要爬山 哇 所以你是要做旅行社 所有的工 对 然后又吃力不到好 对 非常的辛苦 重点是呢 还会大家弄到感情不好 哦 哦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呢 就真的非常的 推荐呢 你可以上网去找 已经排好的行程 对 然后把这个行程呢 交给你各个朋友 OK 那我们现在想要加入 这个行程 A或者是B 对 然后想要去的人 请举手 对 我觉得呢 我们就把这个工作呢 分给旅行社 请他们帮我们去执行 哎 其实我发现啊 我们四个人 五个人 不管你十个人要去 大家都没有意见 哎 对 因为这个套组已经配好了 要嘛就不参加 然后里面的东西 就很难去做撼动 对 所以我觉得一些专业的东西 真的还是就交给专业的来 对 所以那个traveling agency 还是有他们重要的地方 对 如果你想好好出游 不吵架 如果你需要出游 不需要赐钱做功课 比工作还累耶 一群朋友如果要自助旅行 就是你最好是不要让自己成为是安排行程的那个人 对 会非常的累 对 没错 所以这个功呢 其实是可以外包给旅行社的是不是 对 你就觉得你自己在安排工作的当下 你不觉得你自己直接出来玩 对啊 而且要负责 你编了一个行程 然后走太多路也要被骂 太 晒太阳也要被说 对 吃饭太晚送菜也不行 对 全部都是你的错 你就觉得 哇 我责任跟压力好大哦 对 可是呢 如果找旅行社来 我们就都骂他就好了 所以今天这个节目就是 我觉得等一下的来宾不敢出场了 既然要聊到国内的旅游 我们当然现在也是推荐国内的景点给听众朋友 当然我们也是请到一位厉害的旅行社的代表 算是旅行业的能够说是第一把交椅吗 当然啊 超级厉害的业务 资深业务经理 他说不准讲资深 可是我一定要讲出来 他不想要透露您 在这个产业是够久了 是够久了 然后也非常的知道 关于国内跟国外所有相关很重要 很精彩的景点 而且大家最近可能都熟悉做自由旅行嘛 自己订房啊 自己处理交通啊 其实是不太明白说 国内的旅行社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是 所以我们今天也可以请教这位来宾 那最重要就是说 台湾有什么厉害的点 可以介绍给我们 就是平常我们没办法去的 或是很困难去的 对 所以呢 我们今天呢 就邀请我们的来宾 来跟我们做详细的介绍哦 打不影响未来 我们信心与期待 爱一直存在 属于我的时代 无时无刻都精彩 就在高雄广播 最懂你的电台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听我们第一集的节目了 哇 在新年的第一天 与大家在空中相见是 How exciting 呀 真的 我们今天第一集呢 想要来讨论呢 关于大家最近 因为去年嘛 因为疫情的关系 是不是大家都闷坏了 是不是大家最想要知道的是什么 应该就是跟旅行有关系的话题了 对不对 我以为是房地产的走势 我们不可以第一集就这样子 我们来聊点轻松的啦 对 就是呢 大家真的是闷坏了 对 大家都会很想要去旅行 对不对 那现在呢 因为去年疫情的关系 其实到现在可能还是没有办法到出国去旅行哦 所以说呢 我们今天呢 有特地邀请到我们的资深的业务经理 我们的旅行社的小文 哈喽 小文你好 哈喽 Patrick 然后Sony 还有我们高雄电台线上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深容旅行社的业务经理小文 哇 今天好快就进入主题了 我们今天真的是要聊聊traveling吗 对 旅游吗 太多东西可以聊 而且是大家都会很感兴趣的话题 对 因为你知道去年呢 就好几个时段 我们的节目其实都排好 要聊旅游 可是因为遇到疫情嘛 就跳过又跳过 所以终于在今年的年初 我们可以聊聊旅游了 不过呢 这个旅游呢 因为呢 还是有受限嘛 因为我们现在出国 有一点的不方便 对 有点困难 所以我们就趁这个时间呢 来好好的了解我们的宝岛 是不是 是 刚好这个机会 只是说我第一个想要先询问一下 这个问孝文一下说 这样你们是旅行社 对不对 我自己要出去玩 我会想说 到底我自己自由行跟旅行社 到底会差在哪边 好 这个问题非常好 第一个就开门见山的问题 当然啊 最直接的 完全都没有脱戏 没错 这个问题呢 其实要怎么样选择 我到底是要选择旅行社的行程 或者是自由行 那其实你要分成几个区块 这个我们先讲自由行 因为前几年 在疫情前的几年 非常兴盛的一个叫做廉价航空 其实有非常多的年轻人喜欢去 比如说台湾最喜欢去的国家 就是日本 对 那那个时候就有非常多的廉价航空 有飞到日本 那其实你在对的时间点 提早抢到票的话 可能来回 比如说高雄到东京 来回的一张票 可能不用5000块 台币 对 这样子 他其实在交通上面 光机票成本省了蛮多 然后他只要去找到 在日本他要玩的 这个住宿的部分 所以就会有一些 年轻人会选择自由行 旅行社的包装行程 就是你不需要去烦恼什么 你只要选好目标 比如说我今天我要去 欧洲 法国 意大利 10天 我只要搜寻网路 法国 意大利 10天 就会有很多旅行社的既定的行程 排出来 那只要找到你符合你的预算 因为虽然说都是法国 意大利 10天 还是取决于在你做的航空公司 然后取决于住的饭店 餐食 然后还是会有一些价差 对 那旅行社的这个东西 它就是统包式的 包含了当地的游览车 门票 饭店 餐厅 等等的这些安排 当然会派一个合格的领队 对不对 那自由行的部分就是 它自由度很高 比如说我今天我到了这个 大阪新灾桥 我想要在这个地方 我想要逛个四个小时 五个小时 甚至一整天 没有人会阻拦我 因为我是自由行 但是你是跟团的话 导游就会跟你说 来我们现在来到这个 知名的大阪新灾桥了 给大家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大家去逛一逛 你可能才逛个两间店 三间店 哇就到集合时间了 但是自由行会有一个 比较不方便的东西 就是我通常会讲 适合自由行的国家 你可能要去城市 你可能要去衡量 就是大众运输越方便的地方 是越适合自由行的 比如说举例 东京 大阪 韩国首尔 然后中国的上海 北京 新加坡 英国伦敦 我以上举的这个一些城市 它都是比如说捷运 然后接一些地铁 铁路 非常非常发达跟方便 越发达越方便的 其实是越适合我们去做自由行 所以听起来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是一个懒人的话 我就是直接找旅行社 帮我规划好所有的行程 那另外就是我想去的地方 如果它交通非常不便利的话 那就还是适合跟大家一起去了 对 其实以这样子归纳来讲 是这样子说没有错 比如说你今天你想要去一个以色列好了 以色列这个地方 因为它是很多天主教基督徒的朝圣地 那你如果说你不跟团的话 你自由行去 可能你飞到特拉维夫机场 要怎么过去耶路撒冷 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对 所以就比较不适合自由行 对 所以要去比如说什么伊拉克 以色列 最好是跟团 对 也比较安全 那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方式 比如说你去美国 因为美国地很大 但是它的大众运输 其实没有这么样的发达 那但是美国它跟我们一样 跟台湾一样 至少它是我们的驾驶 都是在左边嘛 左驾的 对不对 所以去美国 其实你可以换国际驾照 变成自驾游 其实也是一个方式 对 我在今天这个节目之前 我稍微做了一些研究 关于travel agency 然后它里面呢 在美国的这个美国商旅代理商协会 他们有做一个最近的调查 居然呢 它讲到的时候 有41%的millennial millennial就是那个千禧世代的人 就是我们 1980年 1990年出生的 有41%现在呢 去book 就是订那个旅游 还是透过travel agency 所以呢 但很多人会以为说 可能大家是喜欢自由啊 然后自己订机票 自己订住宿 可是居然还有这么多的人呢 会去透过一个travel agency 就代表他们一定有 很多吸引人的地方 是 因为我觉得这个 讲真的 玩 吃 可能对大家来说 是很重要的事情 可是这个谈到专业度 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来看了 他们会告诉我们 什么样子的地方好玩 什么样的地方好吃 你就可以直接避掉雷 对啊 超方便的 完全不用动脑 其实像Sony讲的自由行 其实不见的自由行 就是全部都是自己来 其实自由行 在我们旅游业者来讲 我们其实也是可以代办的 比如说我们帮你们带订机票跟饭店 你们只要我帮你带订好 比如说韩国首尔五天失业 来回的机票跟四个晚上要住的饭店 那其他的行程 就是由你们自己去安排 这个也是我们可以提供的服务之一 那像刚刚有提到的前一个话题 是说这个廉价航空 有很多年轻朋友 他为了省钱 把钱想要花到这个国家去购物 或者是去吃好吃的 他想要把他交通成本省一下 所以他去订廉价航空 那我们常常有一些客户 会因为在廉价航空 不小心吃了一点闷亏 所以又回来找我们 去订这种正规的航班 什么叫做闷亏呢 廉价航空顾名思义就是 他的票价非常非常便宜 但是就是你只要做任何的更改 或是需要他提供任何的一点点服务 就是必须要付费 比如说毛巾 比如说毯子 矿泉水 飞机餐 甚至要托运行李的行李重量 他都是要用买的 所以羊毛还出在养身上 是的 原来是这样子 最终会透过 比如说像Travel Agency 当然是省时间 然后他可以拿到最好的选择 然后另外一个是在帮你统筹 这个行程的时候 他们是了解那个product 了解那个地方的 所以你有任何的问题 你问他们是有人能够回答的 针对有人能够回答问题 美国的这个协会 居然普遍的大众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对当然 你有问题没人回答你 那怎么行 但我比较好奇的问题是说 那这样的话 他的费用上差异会很大吗 这应该也是很多听众会想知道的 其实现在旅行社 如果说是在民国70几年次的话 我可以跟大家讲 那个时候如果说 我已经投入旅游业的话 我现在可能已经有两三栋房产 为什么会这样讲 不是说那个年代的前辈们 很黑心还是怎样 不是这样子 而是因为资讯透明程度的关系 资讯不对等 对 现在的人手一只手机 大家一打开就是Google大神 所以我只要一搜寻 东京五天事业 啪可能两三百笔 甚至上千笔的这个资料 所以这种东西就是 它的价钱是非常非常透明的 所以就变成就会挤压到 就是旅行业者的一些利润 那当然就会变成说 为了竞争 当然不是做销价竞争 你怎么样做出你的特色 那这样子包装完之后 然后赚既定的一些 该有的一些利润 所以我们常常会说旅游业者 现在要形容一个旅行社 它大概就是超着卖白粉 就是毒品的风险 但是我们赚的是卖面粉的利润 对 大概是这样子形容 刚刚来我有听到一个关键字 就是大家想出去玩 多省个一百块两百块 不是主要做决定的点 但是特色就是了 然后我刚刚听到 孝文讲的 就是怎么样做出特色 那在你们所规划的行程里面 是有什么样的特色 可以跟我们分享 其实以行程来讲 全世界各地 就是天下文章一大抄 其实你现在打个 比如说法国时日游 就是几百个 然后可能大家的开头 什么就是一样的 就是怀着浮云油脂的心情 然后今天在什么中正机场 什么集合 大概大部分的叙述内容 都是一样的 对 那要怎样去做出特色 你所谓做出特色的话 应该就是说 我们把它分类出来 比如说受众群 那因为我们还是需要一些大众 一起来报名的这个团体 我们就把它视为 比较normal的行程 那当然我们有一些客户群 比如说他是公司行好 然后比如说 保险公司的奖励旅游 然后像现在这个不动产 因为不动产现在很夯 那他们就是业绩好的话 就会有一些奖励旅游 然后一些公司行好的一些 比如说尾牙 在国外办 尾牙的旅游 然后兼晚会 常常会有这样子的活动内容 那我们要怎样把这样子的东西 做成客制化 让客人能够有比较不一样的感受 比如说他一样去法国 结果今天他是一个保险公司 然后结果他在入住饭店的时候 那个房间门一打开 结果那个房间的那个床头台上面 可能有一个专属的卡片 比如说就写着欢迎Patrick 可能要入住什么什么饭店 然后是什么什么保险公司总监 某某某敬贺 然后附上一个小小的纪念品 这个是我们可以帮公司去做规划 然后只要提提 比如说提出你们有足够的预算 你有多少的预算 我们就可以做出多少的规划 OK 客制化 可以customize 因为有些人可能想要去 比较艺文类的就带去罗附工 那有些人就是要去shopping的 带去shopping 就是这个两个不同的TA 然后带错地方就是不好了 没错 然后所以需要有办法克制 也是一种特色 是 所以说像在你经历过这么多的客户当中 有没有发生过说什么样特别有趣的事情 特别有趣 其实有趣跟当下 比如说我们带团在外面在国外 当下你都不会觉得有趣 因为当下发生事情就是要擦屁股 要赶快解决问题 当下都是危机处理 那你回国之后 有的时候像我们现在到一些地方去分享 你就会觉得 这个经验是很有趣的 比如说我回想一个 讲一个例子 就比如说我曾经带一团 他是一个某个地方的一个这个冷气工程公司 就等于说那一团的人全部都是工程的师傅 师傅们 那都年纪都很年轻 整团唯一的女生就是老板娘 好 这就是老板跟老板娘 就是夫妇一起去 所以整团里面唯一的女生就是老板娘 所以其他全部都是工人 那我们去的是北京 好 中国大陆北京 好 那就玩啊 这个玩行程 然后走到第二天 其实大家行程都还蛮顺利的 第二天晚上吃完晚餐 就大家就是工人们嘛 他就在到餐厅门口就抽饭后一根烟 然后我就走出来 我就说大家吃饱了吗 然后就是吃饱了 然后我就看地上有一些纸条 我就不以为意 然后就有其中一个小伙子 大概是20出头而已 他就问说 领队这个地上这个小纸条是什么 我一看我就说 那个不要剪 那个都是骗人的 什么小纸条呢 就是上面会有一个电话 好那个电话 大概男生就知道 这个电话是要干嘛的 就是我们要找一些 可能陪伴的 晚上陪伴的 小乐子 对对 这个电话 好 那我就想说已经告知完了 就没事了 我们就回饭店 吃完饭上游馆之后回饭店 回到饭店 我们把领队该做的事情做好 就是分房间分好 寻完房 大家都没事 休息了 好休息 然后我就也梳理一下 然后就睡觉了 凌晨大概一点钟 一点半吧 我的手机响 然后注意是我的手机 不是房间电话 我整个人弹起来 因为手机会响 那表示有大问题 我一接起来 然后就听到我电话的那一头 是一个很惨烈的声音 你对给我叫啦 叫我 很大声 被几个人架走了 我整个完全清醒 凌晨一点 我整个完全清醒 我想说 你是 他说我是你 突然间谁谁谁 然后就很紧张声音 我说好 你先不要紧张 你先告诉我 你现在人在什么地方 我要先确定他的位置 他说我人在酒店 好 这个要跟听众朋友 稍微讲一下 中国大陆的酒店 就是饭店 等于饭店 不是这个色情场所 不是情色场所 然后我就问他说 那你是 在我们住的酒店 还是你在外面的酒店 他说在我们住的酒店 那我当下 其实心大概安了一半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团 他是住的很好 五星级的饭店 那中国大陆五星的饭店 其实他都有自己的保全人员 所以基本上 不太可能会有安全疑虑 好 我就问他在什么地方 他就说他在二楼 好 我就赶快换个衣服 我就搭电梯到二楼 二楼电梯门一打开 全黑的 完全身手不见五指 我想说 怎么会在这种地方 因为二楼 我越听越好奇 二楼是一个 就是隔天吃早餐的早餐厅 可想而知 半夜一定不会开灯的 好 然后我就打电话给他 然后我就听到电话响了 然后就在这个 角落的一个柱子里面 他就出现在我面前 出现那个 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是什么事 我们是冬天去的 北京的冬天是会下雪的 他穿 他这个小哥 穿一件四脚裤 连裤 连鞋子都没有穿 就上半身全裸 穿一件四脚裤就冲下来 我说你怎么穿这样 他说 这个 我说好来 你跟我讲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他就说 那 他叫我 就是我不是叫他 不要剪那个纸条吗 他说他剪了 我说所以你电话打了 对不对 他说电话打了 我说那 小姐来了吗 他说小姐来了 我说那有发生什么事情吗 他说还没有发生事情 我说还没有发生事情 你怎么只剩一件四脚裤 然后他意思就是来龙去 就是这样 就是他打了电话 小姐从外面来了 那报给他一个价钱 好 然后他就说可以 那小姐来 来了之后呢 就进到房间 然后他就开始脱衣服 然后小姐就跟他说 这个刚刚报给你的这个价钱呢 是我从外面进来的价钱 那现在要做特殊服务的话呢 你必须要再付我一个价钱 结果那个狮子大开口 开了原本价钱的 大概将近十倍 然后他就说 你现在不付给我这个钱 很简单 我一通电话 他们都知道 我外面十几个弟兄兄弟 都知道我在几号房 他们马上冲进来 我后来听到这句话 所以就会 为什么他只剩一件四脚裤 他听到这句话 就往外冲了 然后我听到你往外冲 然后我就问他说 那请问一下 你护照跟台胞证 然后在房间 我问那你皮夹 在房间 然后整个 然后那个小姐也还在房间 我整个镰到绿了 后来我就看完去柜台 我就跟他说 我是某某团的领队 那这个我的客人 因为喝醉酒 然后就忘记带房卡 我就给他看这个团员的名册 就帮他拿了一个备用钥匙 然后就去开房门 房门一打开 我就说你先去看你的证件 钱包不重要 那个出国在外 钱不见就算了 但是证件是很重要 我说你先确认护照跟台胞 护照跟台胞都在 好 但是我看到地上呢 有那个房间里面都会 五星级饭店都会有一些摆设 那有一匹马呢 就掉在地上就打碎了 那OK 那其实那个小姐也不在了 其实我当下 那个时候 他在跟我讲的时候 其实我当下我就知道 后来再叫他去检查钱包 钱包也在 里面钱也都在 其实我就知道 因为小姐看他冲出去 小姐也会慌 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十几个人在外面 那个就是一个 恐吓 那个就是一个仙人跳 那冲出去 因为如果说我们去报保安的话 他们被抓到 是 那个是很惨的 因为北京就是行政中心 对啊 那我们习大大上任之后 是严打这个色情产业的 那被抓到那个非同小可 可能会灭山主的 对啊 所以他们也跑了 好 那钱没有少 证件没有少就算了 那客人就看到我就说 领队可以帮我一个忙吗 这个明天早上 你可以当成没有发生事情吗 我说我可以当成什么事情 都没有发生 但是这一匹马 这个饭店一定会 你帮我处理就好 你帮我处理就好 所以其实带团在外会有 当下会有很多突发状况 那就是你当下 你自己领队不能自乱挣脚 对啊 那就是当下你就知道 应该要怎么处理 就是一步一步把它处理好 对啊 跟团还有这个 即刻救援的服务 真的 我那个电话 我整个瞬间清醒 电话的那一头就是 我这一辈子到现在 还不会忘记 领队叫我 对啊 因为领队就是 大家的救世主 第一时间都是打给领队 我觉得好像那个 骇客任务复活 现在不是要上映吗 上去处理 哇 好有趣哦 那这样的话 肖文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在国内旅游啊 你有什么样 比较推荐的地方吗 好 因为像这两年 因为国际疫情的关系嘛 所以我们目前旅行社 都是不能出国的状态 是交通部 观光局是明定 我们不能组团出国 那所以 加上今年五月开始 有点本土疫情 那现在控制的 其实还不错 所以现在开始 就有点报复性旅游啊 好 那其实像我个人会推荐 就是 呃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大部分的人 这呃 这一两年就开始往一些山里面跑啦 就是因为清静大自然 大家会觉得这样空气比较好 确实是这样 所以从宜兰花莲台东 整个东岸 大概都是假日 都是不满的游客 现阶段 哦 现阶段 那我会推荐的就是 其实台湾 呃 小小一个宝岛 但是其实有很多可能我们 还没有去玩过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就可能会规划一些深度之旅 怎么样的深度之旅呢 比如说像我们可以从 呃 恒春 就从我们屏东 步行沿着海岸线走到台东 这一段叫做阿朗伊 嗯 阿朗伊古道 那其实很多人都已经有走过 那很多人可能第一次听到 他就是沿着这个海岸线 哦 然后看着我们海岸线的美 然后从屏东步行到台东 用走的哦 对用走的哦 哦 我刚刚有听错了 用走的 但是大概三个多小时到四个小时就走完了 哦 他就是刚好在一个交界的地方 好 那这个是海岸线 那其实在东部啊 台东啊 他还有一些部落 哦 然后其实也现在也规划跟发展还不错 比如说有一个近几年蛮有名的 也上过蛮多节目 叫做鸾山部落 嗯 鸾山部落呢 他就是一个像原住民把它保留起来的一个部落 那他有一个原始的一个原始林 他看的那个点叫做会走路的树 OK 好 并不是那一棵树真的会走路 而是一棵 而是它是一棵大白榕树 那因为榕树它有它的那个气根嘛 对 那气根插到地底下的时候就会帮助它的生长 所以那那个气根就向外扩越扩越大越扩越大 然后搞的就很像它是会走路一样 好 所以它就有秘密叫会走路的树 那到里面之后就可以吃一下原住民的风味餐啊 然后体验一下布农族的八部和音 会带着就是游客唱八部和音 然后包含了这个山猪肉烤肉等等 然后像比如说季节性的 像离我们高雄很近的在屏东 它有一个地方叫做哈游溪 那哈游溪它必须要做这个四轮驱动的车子 才可以进到那里面 为什么 那它每一年只有1月到3月可以去 这山路吗 对是山路没错 但是而且要加上要枯水期 1到3月水量没有那么大 所以这个四轮驱动车子可以涉水而过 那到了这个哈游溪 就会看到这个有水切出来的那个山笔 有七种颜色叫做七彩 七彩笔 好那所以它这个是季节性的 就是每年1月到3月 好那也是算是一个蛮深度的一个旅行 所以其实台湾有很多的包含了部落 然后包含了比较在山里面的一些地方 可能是我们平常坐游览车到不了的 或是我自己开车 可能也没想到要去的地方 所以其实还蛮推荐给大家 台湾其实也还是很漂亮 所以因为疫情关系比较难出国 所以现在是往内开发 所以就有这些深度旅游 反而是带大家去一些台湾很特色的点 之前是没有机会去的 那像你们现在办团 最热门的 你是觉得是哪一个是最热门 如果其中朋友想要参加的话 最热门的反而是近几年 这一两年 比如说我们游览车旅行 你可能游览车可以到的 像比如说西岸 比如说就是我们台湾的西部 就是有高速公路可以到的 反而就没有这么的热门 因为太简单可以到 要拿那个开山刀自己砍树 然后可能就像我说的 可能还是去到一些部落 然后做一些部落体验 甚至是一些可能比较难走的一些步道 比如说阿里山的有一条 现在叫做棉越线 阿里山的棉越线 棉越线它有分成两段 前面一段不用申请 但是后面一段是要跟政府申请的 那申请进去之后 因为它在关口会有人控管 你要申请过才可以过去 如果说你没有申请 擅自闯入的话 是会被开发单的 然后你就可以想象 你走在荒废的火车铁轨上 没有火车走的 但是底下它是一个大崩壁 所以就是有很多网美 拍出的网美照 就在棉越线拍出来 这也是一条蛮特别的一条线路 现在的旅游听起来 还比较像是adventure 之前就是飞去大阪 买买东西 在公共百货公司 一点冒险精神都没有 像这两年 还有一个族群也串起来 叫做露营的族群 我不知道你们身边 有没有人喜欢露营 还蛮多的 现在脸书一看大家都这样子 那当然就是可能是居家 一家一家 然后就好几户一起去 这是其中一个 那我们旅行社可以怎么做 像现在有所谓的懒人露营区 就是一卡平箱即可入住 那个叫做高级露营 就是它的那个帐篷 所以你是住那个小木屋 还是真的是帐篷 真的是帐篷 但是那个帐篷 它有的是像这种罗马帐 就是白色的很梦幻 结果你一进去 里面是两大的双人床 还有冷气吗 还有冷气 还有卫浴 还有浴缸 没有浴缸 但是它有独立卫浴 然后有冷气 就差点没有电视 露营 然后它可能还帮你喊了晚餐 跟隔天的早餐 对就是这叫做懒人式露营法 真的蛮吸引人的 其实这个我会想去 因为你去了之后 其实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然后去完了回来 你就变成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没错 那之前反而比较不会这样子 因为今天也是拜疫情所赐 对 所以这听起来 刚刚那个帐篷 根本就是披着羊皮的狼 外面是披帐篷的皮 其实里面跟住饭店一样 这个就要看你的受众群 因为像比如说我身边喜欢露营的朋友 他们就不会接受这种 因为身边喜欢露营的朋友 他们都买自己的器材 喜欢冒险的那种精神 而且他是要真的露营 对 自己扎那个帐篷 那像这种比较就是属于想要享受的人 他可能就会觉得 我又想要体验不一样 他可能就会选择这种 我又可以住的舒服 但是我又是住帐篷 而且我又不用自己料理 就是营地已经有人帮我们料理好 这也是一种选择 我可能就会偏向这个选项 还蛮适合的 听到好多有趣的台湾行程 其实台湾在宝岛里面 有很多的点 甚至景色是国外没有的 反而之前大家反而是疏忽了 对不对 我们自己里面就很多的宝 很多的秘境 对 反而是没有注意到 可是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国内的部分 我想好奇的是说在疫情之前 比如说像国外大家会最常去的 可能度蜜月应该会到国外去的 对不对 大部分的 比如说像女生 都希望有一个很梦幻的蜜月 除了梦幻的婚礼之外 婚礼完总是要度蜜月 那度蜜月的族群 他可能有分成几个属性 就是比如说 当然要预算 预算不够的 然后又想要有度蜜月的 就是放松的 可能他可能选择巴厘岛 一些比较就近的东南亚的里岛 那有一些属性是 可能他想要shopping的 采购的 他可能又想要去欧洲的 因为欧洲去买一些 像什么LV Cucci这些名牌 是会比较便宜的 所以他可能就可以包欧洲 但是像我个人会推荐一些 比如说预算稍微够一点 然后又想要真正达到度蜜月 放松 然后没有什么行程的 其实我会推荐去马尔地夫 很漂亮 马尔地夫 基本上它有上千个岛屿 比较不错的 中等以上的度假村 大概都是一岛一饭店 一个岛屿上面就只会有 那一家度假村 那度假村它就会有分成很多房型 比如说它有沙滩房 它可能有水上屋 就是直接盖在海上的 然后你下个楼梯 就直接可以付钱 对这个叫海上屋 有一些比较更高级的度假村 它可能就帮你含了三餐 然后可能还有 像现在有一些马尔地夫的度假村 它有所谓的海下 水底下的餐厅 就是你吃一个浪漫的烛光晚餐 结果旁边是一个大型的水竹缸 你就看到鱼在你旁边游游 就在海里面 好浪漫的 真的是在海里面 对 那当然因为马尔地夫 它可能来回的票价加度假村 可能便宜一点的 从一个人六七万 甚至到一个人五六十万都有 但是你有听过吗 其实旅游是一种投资 对 旅游就是唯一你付钱 让自己变得更rich 但是我觉得马尔地夫 是绝对值得的原因是 你回想一下 如果说你想象一下 我现在形容 就是带着我们空中的 听众朋友一起形容 我们现在先搭上飞机 然后现在大家都是坐着 这个靠窗户的位置 然后要降落马尔地夫的时候 在马尔地夫的高空 你往下看 除了看到很多 大大小小的岛屿之外 我们的海水是什么颜色 蓝色 蓝色对不对 绿色 好 基本上它是蓝色没有错 但是马尔地夫的海水的蓝 它是从最深深蓝 一直到浅蓝 进去摆设 所以那种蓝有七种渐层 所以你可以看到 非常梦幻的一个海水 它分成了七个不一样 从深到浅 然后就直接到岛屿上面 好 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梦幻的一个国度 看着就值回票价 那我现在想要问 就是因为 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 出国比较困难 那当然很多的女性笼包 就是在结婚 也不会对蜜月 那个度蜜月的地方 到这么的要求了 那在我们自己的宝岛 有什么地方是适合蜜月的 还是没有 任何一个点都会超开 你家顶楼 其实在宝岛度蜜月的话 就是看 还是主要是看新人们的预算 其实在台湾 我凭良心讲 在台湾我们的住宿 以全世界来讲 我们的平均住宿 是稍微偏高一点点 单价 对 那其实在台湾 现在有一些不错的民宿 比如说像树野民宿 然后像 还有一些很特色的民宿 反而都比我们现在五星级饭店 可能住一晚都更贵 现在有的叫做 比如说像在埔里那边 有一间叫牛棉埔里Vila 它一个晚上 两人房 可能就要两万多块 所以比五星级还更贵 那牛棉埔里 是因为蔡依林有去住过 所以名气就有起来 那它也是本身很有特色的 对 很有特色 像台湾有很多特色民宿 比如说像去到清静一带 大家会想到最有特色 应该就是老鹰格兰 对 那老鹰格兰 因为它黑色像城堡一样的 装潢的外观 基本上最小的房间 一个晚上 假日去住的话 也都是破万 OK 可是你去了那边就仿佛 好像出国一样 对不对 对 所以说其实 现在不能出国 我们就在台湾 找一些类似像 有出国感觉的地方 对 所以那些地方 已经帮你把出国的 飞机票钱 放进那个 房间的价钱里面 对 就是没办法 没办法出国 但是还是要有仪式感 对 所以还是有一些的选择 对 是啊 听起来男生们 有没有觉得压力很大 通常男生的压力都是比较大 就是呢 听起来以为呢 在台湾雾蜜月比较便宜 反而更贵 原本抓一天三千块就解决 可能没有这么简单 听完这个节目就知道 没有不是这么简单的 不过这个experience是很重要的啊 对 你要被念一辈子吗 还是就是痛一次 是不是 没有这个时候就要跟他来讲说 我们可以先在台湾 就是简单的放松一下 然后我们把预算留到 之后可以开放之后 再给我给你一个马尔地夫 先去那个商旅打发一下 先去马尔地夫汽车旅馆 然后再去马尔地夫 听清楚哦 马尔地夫汽车旅馆 对对对 好哦 那今天到最后呢 我想问一下说 假设呢 我今天真的非常有兴趣呢 想要跟孝文联络一下 问一下说 到底呢 我对于旅行上 有一些相关的资讯 因为我刚刚听听 我真的觉得 孝文你真的是旅行宝典 有问题找你就对了 打通电话去 阿文啊 就解决了 对 所以呢 我要到哪里去找你呢 其实像如果说有在 大部分的人都还是有在用脸书 那我脸书目前有一个社团 叫做七年孝班 阿文带你去旅行 七年孝班是因为我是七年级生 好那孝班是因为我的文字 我的名字里面有一个孝字 所以就取名叫七年孝班 好所以阿文带你去旅行 那搜寻七年孝班 阿文带你去旅行 在这样子的社团里面 我会分享 蛮多旅游相关的一些促销行程 然后一些旅游资讯 在这上面 那大家有一些旅游问题 也欢迎视讯给我 那额外的我还有另外一个粉专 粉丝专业叫做爱文的异想世界 这个爱呢 是这个爱潮的爱 潮头爱 那文就是一样文章的文 爱文的异想世界 这个异想比较特别 异是艺术的异 但是那个想呢 是那个想宴的想 就是一个香 下面一个食 食物的食 就是我们去品尝什么 想宴的那个想 那会取这个名字 是因为我想要把粉丝专业 他的这个内容 其实就是在分享 因为我本身爱旅游 然后就会分享一些 旅游景点的一些资讯 然后我喜欢吃东西 分享一下我去各地吃的一些美食 然后我喜欢喝咖啡 一些特色咖啡厅 然后将这样子的资讯 分享在粉丝业给大家 就是一个依照的 一个参考的东西 比如说 我今天到台南了 有什么吃的 我到这个爱文的异想世界 去搜寻一下台南美食 可能就会挑出一些建议 所以就是知识宝典 需要什么 旅游 美食 饭店 知识宝典 就找孝文就对啦 喜欢分享给大家 是 好啊 我们今天谢谢孝文的分享 非常的精彩 而且从中获得非常多的资讯 所以既然不能出国 我们就好好的在我们宝岛里面 去寻找新的秘境 是的 好的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那今天也非常谢谢 我们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接下来下个礼拜天六点 记得要继续收听 我们的Bose Pie 好的 那我们在这里一位听众朋友 带来最后一首歌